位在平镇区的桃园教养院内的棉被工作坊 一天可以生产100床的棉被 这里有全台唯一会制作棉被的中重度身心障碍注明 而院方成立工作坊 除了可以帮助注明稳定情绪练习专注力 也希望可以培养他们工作赚钱的能力为自己赚取收入 流畅地把雪白的棉花一一拾开放入机器中 再经过入棉封口缝钉等等过程 制成一件件棉被 位在桃园平镇郊区的桃园教养院内 有个棉被工作坊 这里有全台唯一会制作棉被的中重度身心障碍注明 一天可以生产100床的棉被 有人要盖了软火就好了 我们在这里工作得很快乐 这里就是我们的家 看着他们眼神专注充满自信的工作者 动作相当快速流利 一步步地把棉花变成棉被 小慧阿智等十多位身心障碍者 工作中几乎看不出障碍 但这些训练过程可是相当不容易的 社工表示身心障碍的学员通常被动和慢熟 得依个人特质喜好慢慢引导 因为我们跟一般职场不一样 他们学生必须看他们的特质 先观察特质 不是说我们一开始安排学生在哪一个工作位置 他就一定是适合而且做得下去 目前针对国内安置中心身心障碍者老龄化现象 桃圆教养院成立工作坊 除了帮助助民稳定情绪 练习专注力 也希望培养他们工作赚钱的能力 为自己赚取零用金 也期待社会大众给予多一点支持 增进社区就业人数 桃圆文冬云飞凭证采访报道